大家好 那么俄罗斯最新公布了 俄罗斯的猎人重型攻击无人机 与苏武器进行联合训练的画面 俄罗斯航空制造业的消息人士 对记者表示 俄罗斯猎人重型攻击无人机 将于2021年首次在飞行实验框架中 使用武器攻击目标 消息人称 俄罗斯计划是2021年下半年 首次从猎人无人机上发射导弹 这将是此前在苏武器战斗机上实验过的 空对空机身内壁导弹 也就是这个导弹将在机身的内侧进行隐身设计 预计导弹将攻击真实空中目标 他补充说此前应该进行导弹的投放试验 这名消息人说俄方计划对猎人无人机空对地武器进行发射实验 他解释说猎人将是一种全面的多功能飞行器 可用作远程无人截击机 俄国防工业消息人士 此前也对卫星通知社表示 叫阿苏卢克军训厂进行了猎人无人机 携带导弹功能模拟器的一系列飞行 那以评估机载设备与导弹自动引导头的匹配情况 而国防部早前表示猎人无人机执行了头几次飞行 在此过程中只验证了其飞行性能和主要的工程系统的工况 这个猎人无人机机长是14米 翼展19米 起飞重量20吨 最高速度1000公里 那该机是2020年8月3号时间首飞 飞行时间超过20分钟 那这次还有一个苏武器跟他一起半飞 那这个苏武器大家也知道 俄罗斯方面最新的消息是在南部战区 首次列装了一个01编号的苏武器 正式进入俄军服役第一架 放在了南部军区的航空团 只有一架 那这个是南部战区对外公布的情况 另外这架飞机在南部战区 是在这个信息不量进行驻扎 只有一架飞机 那消息说航天部队收到一架 苏武器 序列号是01 它在南部军区的一个航团 已经开始服役 那到2021年 俄罗斯的航空航天部队 将再获得四架这种飞机 21年再获得四架 那12月7号的时候 普洛斯相关的这个武器制造商 向外发表了一个新闻稿 我看了以后觉得确实值得关注 首先是首批 装备先进发动机的苏武器系列 将在2020年底进入航空航天部队 那这次的也就证实了2020年底 进入航空航天部队 首批配发的这个苏武器战斗机 将在2022年组装 那这个俄罗斯相关的这个研发部门 负责任也对外透露 到今年年底 也就是它在12月7号的时候透露 到今年年底 也就是最近的一个时间段 28号 俄罗斯这个装备一级发动机的苏武器 将装备航空航天部队 那现在已经证实了 那首批装备二级发动机的 就更先进发动机的 将在2022年组装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谷 告诉军事委员会 到2024年底将有22架苏武器装交付部队 2024年一共22架 而且装备了这个二级 也就是更先进的发动机 该合同是19年签署的 合同的规定呢 到2028年之前将交付78架苏武器 那这个首次交付第一架 其实俄罗斯一个里程碑 这个战斗机已经完成了实验 正式交付航空航天部队 那这个苏武器啊 它呢 其实是可以啊 怎么说呢 它应该算是五代机 五代机 它呢 实际上所有的验证指标 现在来看啊 是符合 就是俄军的这个作战标准 应该是军方很满意 所以它只在摧毁 所有类型的空中 包括地面和水面的目标 所以它是全能的 不光可以对地 对海 对空 都可以作战 那该飞机有超音速啊 巡航 包括隐身 还有 西波啊 西波的这个 涂层 还有全新的机载设备 那这些机载设备没有对外公布啊 呃 我觉得 应该知道啊 它是符合俄军要求的 特别俄军的作战目标也有F22 如果它对付不了F22 也不会让它列装 所以现在是可以看啊 苏武器在俄军啊 就是军事检测 军事检验的这个啊 所有的指标系统来看 是可以对付F22 只是怎么对付 没对外公布啊 那这一架苏武器啊 为什么只交付一架 它是用来测试超音速武器的 我现在给你解个密啊 可能有些对俄罗斯这事不太了解 这一架01序列号的这个战斗机啊 将在阿克图阿克图比斯克 国家飞行测试中心啊 用于测试超音速飞机 那军工联合体一名消息人士 告诉这个记者说 第一架啊 苏武器于10月底 已经进入到这个实验场 从这个录像上可以看啊 已经开始进行实验了 主要测试最新的啊 高航空高超音速武器 由它来携带并投放高超音速武器 目前我没有获得啊 速期进行高超音速武器 投放的视频 有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分给 分享给大家 这个战术导弹装备公司 正在进行啊 基本新型飞机武器的开发 到目前为止啊 只有南部军区啊 米格31K 就是战术直勤嘛 或者是战略巡航的时候 会用到米格31 因为它是高空高速 极极极米格31 它曾经使用过这种高超音速导弹 之前那个 好像在远东地区部署过啊 机身下部 米格31机身下部 装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导弹 那就是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导弹 用米格31进行的试射 之前是米格31 现在用的是苏武器啊 来测试 所以这一架服役的苏武器 只是用来测试高超音速武器的啊 目前还没有给它进行作战的这个计划 那未来呢 现在说2021年再获得四架 这四架可能也是进行测试 或者是有五架飞机 或者编队啊 可以有初始战斗能力 那这是俄罗斯啊 它在苏武器啊 还有这个俄罗斯的无人机方面 一个新的进展 我觉得大家从这个视频上可以看啊 就是俄罗斯用这个重型的无人战斗轰炸机啊 再加上苏武器 它们两个是可以配合的 相关的视频只是展示了双方配合着飞行 但是现在我了解 渠道它上面实际是可以互相之间啊 利用对方得到的一些信息可以共享 然后对战场得到一个感知 然后进行作战 甚至可以有四五七给那个啊 猎人无人机进行下达任务 可以远距离操控的 非常恐怖的啊 所以呢 后续双方的这个作战 另外的实战 实弹射击啊 我到时候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 这个美军都没有啊 大家你得知道 美军现在没有联合着跟重型无人的这种 无人的战斗机吧 或者无人的轰炸机进行联合训练 F22也没有啊 之前那个美国那个能上航空母舰 那个无人机啊 它实际是小型的 而不像这个是重型的 重型飞机甚至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重量都不比 都不与四五七轻啊 你得知道 所以啊 载弹以后 你可以看俄罗斯未来的就是这种 已经可以给你一个大概的前瞻 就是有人战机啊 来控制无人的重型飞战斗机进行空中作战 这个以后其实很科幻的啊 很科幻的 所以这个以后呢 将会成为空战的一个新的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局面 咱们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未来啊 从俄罗斯这儿可以看到 未来空战的一个新的局面 中国其实也有重型的无人机啊 只是现在没有公布而已 俄罗斯这个是提早公布了 我未来会还会关注 他训练画面呢 或者有些训练新的技术 我再跟你分享 我会时刻关注的一个中国周边国家 他这些军情的动态啊